本節目主持及嘉賓內容與本台立場無關 今晚陽氣非常充足 直播室有五條仔 今晚有四位嘉賓都是樂隊組合成員 全員一起聊聊天吧 不如揭開這個Emoji 通常是誰先說話 先開始吧 大家好 我們是One Promise 通常都是這樣的 One Promise 最近一兩年簽了一間國際唱片公司 之前都是Indie Band 但我知道你有成年都玩了超過十年 我從中學時開始合作樂隊 樂隊最容易撞歸的地方就是樂隊 樂隊 對 我們今晚也可以聊聊這個話題 先做個介紹一下吧 我是吉他手天合 我是鼓手Anton 我是主音文迪 我是Bassist O Solar 各位朋友現在進入主流市場 先聊一下吧 有不習慣嗎 會不會 其實好玩了 以前只有Indie 或者以前說地下的世界 現在兩邊都可以玩 所以其實是開闊了世界 而且開始開闊今晚說的陰界 沒錯 原來你們都有多少經歷 每個人都有 你說鬼還是甲餅 兩樣吧 我不是很多 阿鬼那邊Touchwood 甲餅那邊也有少許多 最多是誰呢 靈異經歷上 我覺得 我也不算多 我試過一兩單 真的很恐怖 因為我從小到大都不太相信 那些人說任何古咒也有 聽完就算 但親身經歷那一刻 就真的很害怕 但我又不是試過很多次 一兩次 好 待會你一個是壓軸的 好 希望 不如來吧 我們先進入話題 我們先找一些比較輕鬆的 好 最輕鬆的讓我先說 敏迪 是的 可能有些人說我微粗 所以見到沒有你們那麼多 這個發生在我讀書時代 去宿營 去一個地方叫做摩星嶺 摩星嶺青年女社 其實大家如果有去過摩星嶺都知道 是很偏僻的地方 於是上到山頂 其實營地都比較小 營的小屋子都是一層 一開始就去的 住兩天一夜 於是進去的時候 就沒什麼正常的玩 就是一群朋友在那裡說笑 到差不多黃昏的時間 我們就在那裡問一些工作人員 很害怕 究竟這裡有沒有什麼鬼故事 或者有什麼鬼故事 其實你知不知道這個背景嗎 摩星嶺 其實我自己就沒有 沒有 我自己也有點怕 所以我就不會很去找這件事 我自己會害怕 所以看完 譬如今天上來其實也會害怕 很害怕你會見到我們 可不可以說一些給我們聽嗎 來來來來 摩星嶺 你有沒有知道關於摩星嶺 你問我 如果我說不出就糟糕了 摩星嶺日治時期 你知道是什麼地方嗎 樓上全部都是防空洞 即是營地可以再上去 你知不知道 那裡有一條樓梯 很斜的 你一直可以再上去 走完樓梯之後 就會看到一大塊平地 平地載入就是全部的防空洞 那裡最有名的 其實很多人看上去 現在都是露營的 即是我不給錢 我不住宿營 那就再上去露營 那裡是全部的防空洞 即是都出名是比較邪的 日治時期的防空洞 很多人會去打Wall Game 都會見到一些不是自己族類的人出現 那些 所以去的時候 小時候聽到的名字已經害怕 亦都聽過那裡很多 沒有知道這麼仔細 於是之後就問問那些員工 他們就說 沒有 你們晚上不要到處走 早點睡吧 你們這些小朋友 那就算了 於是吃完晚飯 都做了一些活動 因為宿營很多東西玩 玩完之後 我就跟幾個朋友 坐在營地很小 我記得有一個閘門 我記得 閘門的鐵絲網 全部都是草 都密密麻麻 我們就坐在正門的旁邊 有些好像燒烤牆的椅子 我們坐在石椅子裡聊天 於是之後 我就是面對著閘門 我兩個朋友其實背對著 我們三個人就聊天 都聊到差不多11點幾十二點 然後就突然間有一個 他們的工友 走到閘門口 突然停在那裡看著我們 就問我們 還有沒有人要進來 就問了他這個話 我們很好奇 我們朋友的時候也不說話 反而我會說 沒有啦 還有誰進來 那我已經關門了 於是就關門了 我們繼續聊天 好像也聊了半個小時 到12點多 我突然間看出草叢 我一直在看著 我看到草叢的鐵閘裡 有一雙紅色的眼睛 他就看著我 就是靈靈瀉寫 對 靈寫在草叢裡 我就在想著是貓 我覺得應該是貓 跟他對望了很久 我很好奇 我叫朋友去看著看著 他們跟我說沒有 我看得很清楚 有雙紅色的眼睛 那一刻 有沒有動的 他有斬下的感覺 但主要是在那個位置 也對得很棒 就是四目交頭的感覺 那一刻就很寒 只是在想著是貓 在場有些長輩 其實他也是有信教的 於是那一刻很不舒服 我就跟他們說 可不可以幫我看看 做一些事情 令到可不可以不舒服 他們就直接叫營裡的人來問 然後他們就說 其實這個營裡 曾經有個女生 是在這裏過了身 他每晚12時都要回來這個營裡 就會走 大家知道的嗎 那些人是知道的 所以他們沒有跟我 他沒有說過 你早點睡吧 於是他說 他每天在營裡走 其實都叫你早點睡 就不要在這裡玩 他會走 你不用理他 於是那一刻 我自己就在想 是不是他呢 最慘的是 是否我不讓他進來 就是我的感覺 因為他問我 他問我關不關門 那我沒有人 那我不知為何他要問我 於是我覺得 那隻眼睛就想起 他好像是 在門外進不來 然後看著我的感覺 那門是否就是外面的大閘門 外面有一個停車場 對 就是那裡 然後旁邊有鐵絲網 因為很多年前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改變過 那時候我記得 他就是一個 在那些草蟲看著我 然後 幸好他們幫我做了很多事情 但整晚都很不舒服 我常常都會想起這個畫面 但是 就來到這裡 所以就沒有說很害怕 那一刻是覺得很不舒服 那就是 人生遇過一次 這樣對望 和一個靈體對望 對 最近的感覺 是被鬼窄的人都試過 但是這個 我自己覺得是比較奇怪 因為他在那裡看了那麼久 也聽了故事之後 紅色眼 我回想起 貓會不會紅色呢 那我就 那時候覺得是貓 你那時候覺得是貓 有點搞笑 你未必會覺得是靈異 不過貓你不會這樣對望那麼久 你貓都要走 我就是好奇 也不是的 有些貓都會看緊你 是嗎 真的會的 所以我那時候安慰自己 但是我覺得那一刻 你是很不舒服的 就是看的時候 你覺得 為什麼他不回避你 對望很久 那種感覺是心裡寒 其實呢 我聽過幾次 這個故事 他跟我們說幾次 或者跟我們的朋友 剛好我們一起吃飯 我想問那個工友 就是那個靈異 是不是人來的 不是 真的是人來的 工友 那你會認得那些工友 不是 他只是一個營 那些人純粹在那裡住牆 所以我不知道 但是他們召集了一些人 就圍著我 在那裡說 有些人就搭嘴 說我們這裡是發生的事情 即是你現在懷疑他看到他 也不是人 是啊 他問你有沒有人進來的那個 是啊 我只是在想那個是不是 我也不知道 所以整件事我就是覺得 那個眼睛又寒 問我那個人 我也覺得寒 有點奇怪 不知道為什麼要問我 他怎麼會問你 他關門就是關門 所以我覺得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要問我 所以 而且他應該趕你走的 是啊 他又沒有 他關完門就有 喂 都有點古怪 在這電視上 OK 原來他仍有這樣的傳說 我又不知道 我們基本上常常有靈探 但就沒有聽過這個 有 當然是有 但我沒有什麼感應 但有很多人在那裡都會遇到的 其實都是 那裡的歷史背景 都肯定有這些傳聞 都會這樣 OK 這是關於在摩星嶺的一個營地的事 另外誰可以再說 我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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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身的事 其實關於小時候開始 經常會回鄉下探親 回鄉下的時候 通常我回我爸那邊 就是探我媽媽 但每一次 小時候臨走之前 都要特意開車去另一條村 我叫他做阿婆 但是明明我有另一個阿婆 但不是這個鄉下的 就是我媽媽和我一邊 小時候就不知道 小時候就不知道 然後一直都 每年都去探 每年都去探 但是 開始長大的時候 發現了一個問題 為什麼只是我去 而我妹妹不用去的呢 如果是我叫阿婆 我妹妹都應該要去 還有那邊的親戚 我全部都不認識 只有每年見一次 後來大一點的時候 真的開始有一個問題 就是為什麼 只是我去 我小時候不去 那我就和我爸爸聊天 然後就開始跟我說回故事 原來就是 在我很小時候 即是我爸未出生之前 應該是他還有一個阿哥 我爸是最後的小兒子 應該是腰節了 剛好在同時期 應該是 阿婆那些 可能好像每位朋友 在另一條村 又是剛好有一個女兒 就腰節了 那時候就搞了一個冥婚 即是他們兩個在下面有一個盤 我便出生 在那個時刻出生 所以他們就說 他們鄉下的習俗 如果很怕小兒子養不大 就會契給他們 做契仔 讓他們保佑我 這個就是自身的經歷 那就是 即是你有一個契的 爸爸媽媽 是的 但又不知道是誰 不知道是誰 那麼害怕嗎 到現在也是 但我很多時候都問回 其實我用不需要 去 有些儀式 是的 那我爸爸媽媽 就會馬上退給這些問題 說你不用管 總之就 我們搞好這些事情 總之他們就會 保佑你 但我是不知道 究竟 那兩位應該是怎樣稱呼 但是到現在 Touchwood 這麼大 都未見到什麼 骯髒的事情 或者一些不好的事情發生 也都 很多事情都很順 沒有什麼特別 很難過的日子 OK 那可能他真的保佑你 可能是的 還有 這個可能不是很輕描淡 但另外一個就是 真的很親身感受到的 看不到 但感覺到 聽到 這就是關於我小時候 我爺爺過生不久 然後我家裡的裝修 就是我睡覺的位置 很貼著那棵牆 那棵牆和房間的中間牆 但我頭部就貼著那棵牆 所以就是 吊著那棵牆 那小時候不知道 什麼叫頭出什麼都不知道 我只知道 過了一晚 我睡不著 之後就眼瞪瞪 然後聽到有聲 就是一個很明顯的腳步聲 在家裡走 那些 因為我家裡的廳 因為我媽媽很喜歡躺在地上 所以起高了一級 免得太濕氣 所以那棵牆要聽到 噢 即是有人踩下去 對 踩下去 然後去到我床頭的牆 我床頭的牆 就是一個櫃 上面有些 放了水杯 水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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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我還放了水鳥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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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很清晰 聽到有人拿起 針水 然後 然後 拿開 那時候聽到沒有人的 沒有人的 我肯定 因為 我還沒睡 如果爸爸媽媽出去 針水 他們會開燈 第二天 我跟爸爸媽媽說這件事 其實你們有沒有出來針水 然後沒有 然後就跟我說 可能你 爺爺頭七回來探望你 噢 這個就很 強烈地聽到 感覺到 有沒有拍過你 噢 沒有沒有沒有 但你爸爸媽媽竟然跟你說 那時候不怕嚇到你 那時候還在讀小學 對 竟然跟你說不怕 但是那個人很親人 所以你那一刻不會太害怕 對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我自己 明白 他講了一點 因為其實他的房間和廳中間有個氣窗 噢 所以其實 氣窗是怎樣 就是 在洞窗上 所以其實 他 靠近一點 所以都幾 聲音很清楚 對 很明顯知道有事情發生 不是在鼓鼓一下 OK 待會再有兩位成員 再講講一些經歷 但如果你剛才說 BANG房有沒有集體遇過 什麼事 集體就沒有 但是呢 這幾天我問了大家一個問題 剛剛 今天發生的事 剛剛晚上夾完BANG的時候問 那我們是不是要賣一點關子 不要緊 可以說一點 其實就是 我在 我們BANG房 因為我們想多些空間 所以我們租了一個大一點的地方 每個人都有一間自己的房間 其實前幾天我和文迪在我的房間錄音 因為其實我們間的房間 始終不是做很多錢做很厚的場 所以隔音不是真的那麼好 總之隔壁 如果你有大一點的聲音 我們都會聽到 是 然後 那天我和他在錄音 然後突然聽到 Anton那邊的房間 又在搬桌 然後我跟阿迪說 他說 他經常都在搬 我以為他在房間拍狗仔的影片 所以要搬開一些東西 那我就沒有理會他 因為我知道他的桌是很重的桌 你一定聽到一張 一個人一定搬不起 只能拉 然後 那些桌 然後 因為晚上 那天已經錄音錄到11點多 我們樓下那層是一定沒有人的 因為那層沒有裝修好 再樓下那層一定沒有人的 因為他們是辦公室 我們是頂樓 但我都很肯定那個聲音 是從他的房間 然後我完全聽不到 你聽不到的嗎 你當時在哪裡 我在工作室裡面 我聽不到的 他沒有聽過這個聲音 你發覺Mosey只有他們兩個聽到 因為其實我房間裡面 很大張的桌子 其實都要兩三個人半 而且我沒有動過 因為這陣子都不會特別動它 我問他會不會有一張椅子 我自己坐椅子 純粹拉開那些聲音 但他又說是很重很重的聲音 我從來沒有聽過 一定不是普通的一張椅子 不如你做一個實驗 你真的進去那間房間 拉開那張椅子 是不是就是那個聲音 就知道是不是這樣 可以的 但很明顯那兩張非常重的木桌 是一定沒有動過的 這幾個月或者星期都一定沒有動過的 但我跟我說兩個都聽到 你聽到的 聽到的 而且我們這間房間 其實很久 我們都很久的地方 所以其實 在這個東區 所以其實 柴灣那些 最入的那些 味道最入的 但是那些山邊 那些是不是很恐怖的 山邊的 山邊的 所以其實我們一直都會不見 長時間會不見 還有晚上 其實有時候我來這裡工作 其實我自己也有試過 你好像以前跟我說過 我其實都見過 我哪有見過 你有沒有見過 那不是你 可能以前另一個離開的那個 都會有這樣的感覺 我第一次被鬼窄 都是在樂隊房裡欺負了 所以可能在樂隊房裡 都會有這樣的感覺 除了黑之外 工廠大廈沒有人 工廠大廈 人氣很少 那突然間有歌廳 有些英俊出現 那當然 湧過來 就是這樣 所以很多樂隊房 都有傳聞 其實都是 我想你們認識很多打樂隊的人 都是 都不少有這些 但是反而 反而我自己的樂隊房 就沒有那麼害怕 因為我們有個看間 就好像永遠都不用睡覺 那樣 亦都很有用 就是自己走上全層樓 又走上上面天台 就下來 我想說我被他嚇過幾次了 我反而被他嚇過幾次 他完全又不開燈 又成就 因為呢 你說 我說 我們出口 出了之後 是一條直的走廊 接著就轉樓梯下去 我們是頂樓來 看著那個位置 是一個上天台的位置 想到怎樣 想到 那邊閘 那邊閘永遠都不關 那個位置是黑得 你什麼都看不到 然後漢家常常在那邊走下來 所以一走的時候 突然間有個影像 是啊 他走到出來才會見到他 嗯 所以 經常都被他嚇到 所以經常見到他這麼勇氣都沒事 我就覺得 我自己 就覺得 冰房沒什麼 那當然不是 他們吃得住才做這個工作 對不對 如果每天都害怕 他怎麼做 其實他是 純粹不害怕但見到 不奇怪的 好啦 那一會兒回來之後 兩位成員還有一些經歷 關於 泰國 是嗎 我那個關於泰國 泰國 聽說挺厲害的 小堅 小堅 好啦 我預告一下 今晚回來的恐怖多一點 那我就會帶大家去看一個地方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最近在ViuTV 也有一個 挺多人說的一個節目 看鬼之外 又有很多身材去看 這個節目 有沒有留意 我不知道你們 我不小心看了 不小心看了 為身材去看 對 那個節目 其實是發生了很多事 以我所知 我有些不能說的 因為等下個星期 有某些參賽者 可能他淘汰了出來 或者他不玩 我才可以再說 因為有些參賽者 我認識的 他真的糟糕 他參加了第一、二日 已經向我們求助 是真的有事 我們下個星期再說 但是他去那個地方 就是有一位巨星的故居 我不知道你們有知不知 應該有看過一集 傅星先生 是的 就是西貢那個地方 我們早前 其實也有跟霍國 即是未來的霍國 衝著霍國去靈探 都去了裡面 我們也遇到一些怪事 一會兒我抽出一些片段 因為那些節目 即霍國的靈探 是付費才能看到的 但是我們今晚會抽出一些 跟大家去看看 我們也遇到一些經歷 真的聽到一些怪聲 就不是假的 所以那幫女兒 進去的時候 撞鬼真的一點都不奇怪 我們稍後就會抽出一些片段 又給一些高靈人士看看 其實那裡是否真的這麼厲害 還有我就要 剛剛這個地方出了街 其實那個地方 現在的屋主 你知道屬於誰嗎 慈善靈陽 鄧紹磚 他當時一直都說 這個地方太大了 他要建很多間 即是他只可以 當時給他建一間別墅 這樣就浪費了 住得一家人 他本來可以建很多間 變得容易賣 結果今天看一個報道 已經政府批給他們 建建其他東西 政府說不反對 建了一些洋房 八間這樣 所以 對 不知道 剛好出了這些新聞 靈探的時候 現在給他 你看看 這個 就是這樣的 很恐怖 你就是去這裏 對 就是去這裏 那是一個洞嗎 那是一個泳池 很大的泳池 那些女兒也進了這間屋裡玩 這間屋 怎麼好像這麼小的 入口 也不是 其實裡面很大 他只是拍了一個窟 他後面還有其他範圍 就是那些通窗的屋 通了頂 這就是泳池的位置 現在就剛好 這宗新聞出來了 就讓他去改建 那一會看看 邵占能否回應一下 那次他上來 我也不知道原來就是他 這間屋 我還很不好意思 在裏面撞了 你也知道靈探沒有廁所 這麼大膽 回來後 我們會展出 我們衝著霍哥去靈探的片段 給大家看一下 稍後回來 還有One Promise 我們再講講這些 靈異幹 也歡迎你的電話 9884-4989 好 這樣看完的話 就馬上去admonpoint.com 支付寶信用卡 和Payme 就即時過了 可以看到了 好 回來再見 122 3 3 8 7 10 9 10 10 11 10 11